Hello,大家好,我是Aaron 最近在朋友和朋友之间,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说一下联邦大选究竟对房地产有什么影响 看这件事,我认为一定要看数据 因为数据可以最真实,最客观地分析一下市场的状况 在8月份的一个销售数据来说 温哥华的房地产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房价究竟是升了还是跌了呢 总体来说,大湾的房地产的基准价格是微微向上调的 独立屋升了0.3%,去到180万以上 比起去年的8月,去年的8月份上升了大概是20% Townhouse也上升了0.3%,基准价格去到95万以上 公寓稍微下调了0.2%,回到73万以上 但是比起去年的8月份也有7.6%的一个升幅 房价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可能觉得持有的房地产 是对于通货膨胀是最有效的对冲的策略 特别是当一个租房市场回归的时候 很多时候买家更加希望继续持住物业 而不是卖出去的 第二样,随着房价不断地向上走 一些屋主可能觉得,哇,我屋换屋也有点压力 我卖了自己的房子之后,都未必可以买到自己合心的东西 第三,受到这个大选和舆论的压力 很多人就觉得,哇,我不如先看清楚 都不知道后面的市场会怎么样 处于一个叫做观望的状态 这些原因都是直接令到市场上的房屋的供应量下降 所有未卖出的房源,比起上个月足够下降了8.6% 而比起去年的8月份,足够下降了30% 在这里需要更正一个非常常见的误解 很多人觉得,喂,销售量下降一定是房价都怎么样 跟着下降,其实这个不对 因为我们应该看供应量和需求量去做一个平衡来看 才可以判断房地产的一个走势 当房屋的供应量比起销售量下降得更多的时候 房价才会下降 相反,供应量比销售量少的话 即是供应得少,销售得多的话 房价就往上走了 现在的市场究竟是一个买家市场,还是一个卖家市场呢? 讲到这个问题,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 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了 挂售比,就是挂牌和销售的一个比例 各类物业的平均挂售比是35% 独立屋的挂售比是35.2% 哇,厉害了,挂售比是51.8% 公寓是39.2% 当这个比例是低于12%的时候 代表房屋的价格会往下降 相反,如果当这个挂售比是超过20%的话 代表房屋的价格很大机会会往上升 所以从数据来看,不管是哪一类的房产 房屋也好,townhouse也好,独立屋也好 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叫做seller's market 买家的市场 你们会问,哪一种物业最受欢迎? 其实从平均出售的来看,townhouse最受欢迎 因为平均26天就可以卖出一家屋 从挂售比来看,都是townhouse一支独售 51.8% 即是代表100家屋里卖出51.8间 处于一个卖方市场 大选的新闻和舆论 不可避免会被一些买家或卖家 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影响、情绪上的波动 但是从中长线来看,我是看好市场 我是非常乐观的 现在提出禁止外国人买屋 其实很难对房价造成一定实际上的影响 因为所有外国人在整体市场里面 只是占1.7% 比例实在太小了 或者会对一些豪宅 即是我说的500万或以上的豪宅 会出现一些波动 因为外国买家 在买豪宅的比例来说 相对来说是高一点的 如果完完全全一刀切禁止他们买屋 可能会对部分豪宅的价钱 或者需求上是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房地产资讯 和更更新的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like、subscribe和share我的频道 下次见 我是谁 我是你们金牌地产经纪Aaron Chan 我给你带来 我是你不愿意 我发现了 我跟他人家在买卖 我爱你 我爱你 不是你 我才会 你 我爱你